所以你看长期的肝火 导致了这个耳鸣的状况发生了 所以今天呢 这个张主任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一个大礼盒敬老方 应该说这个里面肯定有 缓解耳聋耳鸣的良方 对不对 对 好 赶紧给我们透露一下 好 第一个礼物是什么 第一个呀 是个我给我爸爸开的一个药方 叫谢肝安神汤 这一听就觉得肝火肯定没了 没错 对吧 这个里面有哪些药物呢 第一个药啊 是这个 有人认得吗 金鱼花 不是那个鱼精草 是个草 草 干草 龙胆草 龙胆草 对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威武的感觉 对 为什么叫龙胆草 为什么 这个药名起的呀 不是随便起的 我们知道这个胆嘛 猪胆 鱼胆 都很苦 对不对 对 对吧 所以古人就觉得 那熊胆苦 就是动物越大 它胆汁越苦 所以龙胆 特别特别苦 对 所以它这个苦吧 中药有几个比较苦的 比如黄金 黄莲 黄白 大黄 它这个跟内可以差不多 相提并论 这是第一个 它的苦 苦怎么样呢 苦能清热呀 苦能去火呀 这是第一点 对了老爷子 您还真下手啊 这么苦的药 苦中之惯 对 第二点 龙胆草 这个胆呢 还告诉我们 这个胆是入胆经 入肝经 正好它不肝的火旺吗 非常对路 我想问问叔叔 叔叔 这闺女给您开的这个 喝的这茶 苦不苦啊 我感觉还可以 就是咱们一般的俗话说 是这个 两药苦口利于病 你反正中药呢 懂带什么也就苦 有点苦味 不能像喝可乐那么好喝 都是苦点 为了治病啊 也得喝 但是还可以 那这个龙胆草这么苦 咱用量肯定是不能多的 对不对 咱们的用量只有三克 三克 而且其实吧 我在临床上发现 上火的人 他的味觉呀 不那么敏感 就是本身就一个上火 容易出现口苦嘛 对 所以它就 就感觉跟正常人 吃的不一样 你试一试 假如你要是不上火 你吃药就很苦 可如果你吃完那个 你觉得不苦了 你肯定上火了 除了龙胆草之外 有没有别那么苦的药了 还有哪些药呢 还有一个 它的搭配的一个好兄弟 质子 质子啊 对 质子 质子的功效是什么 质子功效啊 咱们分两方面说 它首先也是苦寒的 它呢 苦寒呢 也有泄火作用 它泄火呀 中医说的泄火 得分经 对吧 分脏腑 它第一入心经 第二入三胶经 入两个经 这个入三胶经呢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中医啊 把这个 十二个脏腑的功能 还有作用 用十二个官 官位来形容 比如我们说 心者 君主之官 神明出烟 就说这心呢 是君主 它这些高级的精神活动 归这心 比如干吧 就是将军之官 谋略出烟 这个干呢 他是将军 他出一些 大的智慧 大的策略 很累 干也很累 这个三胶是干嘛的呢 叫绝赌之官 水道出烟 什么叫水道 就水液运输的通道 运河 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我们小便呢 也是这一个水道之一 这是归三胶经 它还归心经呢 对不对 心经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 你看这个五行图 刚在右边 对吧 是属木 心在下边属火 中医说呀 这个木生火 就是木是妈妈 火是 儿子 孩子 孩子 有一个治疗方法 叫做须则补其母 食则卸其子 木火旺 怎么办 我们卸他儿子 卸心火 这么样 好 那就是龙胆草和枝子 对 是时候给大家看 我们的全部阵容了 有很多味药 对不对 很多味药 我们来看大屏幕 哇 还真是 十全十美了 还真是十全十美 十味药 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我们先刚才龙胆草 跟那质子 这好兄弟 已经说完了 我们下面说 这白竹跟福神 这两个药 我们都知道 福神可能不清楚 福灵都知道 对吧 白竹福灵呢 他们两个 就是一个健脾胃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苦寒的药物 虽然量不多 但时间久了呀 可能也会伤脾胃 对 所以用这个 先健脾胃 另外这几个药 你看 白子仁 酸枣仁 远智 龙骨 这四个药 都是安神的 为什么搁这么多 这个安神的药呢 因为就临床上发现呀 很多这种 失眠的人 他睡不好觉 就耳鸣 如果睡好觉 耳鸣就能大大的缓解 所以呢 我们就用了 很多这种安眠的药物 来帮助他睡眠 睡眠好了 耳鸣就会好很多很多 那这个药方 适合爷爷这样的耳鸣 那是不是其他人的耳鸣 也可以喝点这个药 缓解一下呢 是不是适合全体耳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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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要是 谢肝安神 对吧 一定要肝火旺的人 肝火旺 引起的失眠 然后再引起耳鸣 他这个治疗方法是 首先的思路 先谢肝火 谢完肝火再 把神睡觉 睡好了 然后再 能够治耳鸣 肝火旺的表现 我们看已经出来了 对吧 首先 口干口苦 起皮了 对 太干了 第二呢 睡不好觉 而且肝火旺 因为大便很干燥 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那舌苔 舌特别红 苔苔 可黄 可黄了 对 所以呢 如果是你这几个症状 都有了 你大概就是肝火旺的 一个表现了 叔叔啊 您服了这个药以后 感觉到怎么样 我感觉还挺好 感觉挺好 我都感觉到 这个药啊 对我好像挺对症下药的 女儿给开的药 能不对症吗 我呢 这过去啊 睡觉不好 最近几年 耳朵比较命的 耳朵比较厉害 特别它出过这段时间 持续性的耳朵啊 这个从吃茶这药以后呢 现在我感觉呢 我得睡觉 睡觉好了 这耳朵啊 基本上不叫了 过去这个大便呢 不是经常感到吧 反正不是经常便秘 反正有时候便秘 现在这个事也好了 太好了 所以现在呢 我的这个精神的情绪也好 我现在特别高兴 特别是解决着睡觉的问题 有的人睡觉你搞什么 其实睡觉睡不睡觉 可难受啊 但是他不理解 失眠的人给他带来的痛苦 这睡不着觉特别着急 越着急浑身又出汗 一出汗呢更睡不好 所以现在我要是这个 失眠好了以后呢 我感到特别高兴 你会越来越好 我得感谢我的这个 都得感谢宝贝女 没有了 没有了 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叔叔 我刚才在这么远的距离 叔叔听我说话 还是有一些费劲的 但其实我们就是这样 正常的交流 在附近这样交流的话 叔叔你看 他都能听得很清楚 而且你看耳鸣 耳聋的这个状况呢 逐渐地改善了 耳鸣没有了 并且现在可以睡着觉了 大便也很通畅 所以对老人来说 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福气了 也是多亏女儿对症下药 所以这个 没有 不要再有愧疚感了 好不好 也不行 要早治更好 对 好的 谢肝安神汤 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方子 告诉大家了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扰呢 可以去到医院 我们听听看 医生在这个用药方面的这个量 是如何来掌握的 不要自己就按照这样的方子去抓药了 一定要听医嘱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年龄大的朋友 耳鸣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初起 好像有一些耳鸣 或者是间断式的耳鸣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不要用 这么多豪华阵容的 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方子呢 可以啊 我们就用那好兄弟呗 龙胆草跟智爵 两个泡水喝就可以了 龙胆草和智爵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很苦 可以让试试 让大家试一试 连续你先试试 我也不耳鸣 来 吃苦是福 来 两位侠士请干了吧 还撞一下 怎么突然那么悲怆呢 看着就好苦的样子 那说明你们俩没上火 我前两天最近事多嘛 真是上火 我也试一下 我没觉得苦 我跟我们同事喝 我们同事说 哎呀 苦死了 苦死了 我说我就不苦啊 真就是一上火的人 他就不觉得苦 那咱俩体质应该有点像 我真的是那种 天天都在上火的人 对 我喝过黄莲 我也喝过黄莲 就这个跟它我觉得 不一样 是吧 不太一样 但是那种苦的感觉 反正也都半斤八两 哪个更刺激 我觉得黄莲可能更刺激 这个还相对好 还有点回甘呢 你看这会儿 哎呦 既然如此不如 一言为敬 不是 我也没火啊 要不成语叫苦尽甘来嘛 对 潜藏辙止吧 但是比想象的要好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对要 对 对吧 我们取了龙胆草和枝子 那这个两克三克 需要一定按照这样的比例吗 因为我们这是两克的 龙胆草三克枝子 放到五百毫升的水 你要是你要放一壶水 你放一千毫升 那肯定就更不苦了 你也可以自己掌握 你比如说喝完苦 你再加点水呗 那这个是每天都可以喝吗 上火时候喝 不上火就别喝 不能天天喝 对 不能天天当茶喝 不能天天当茶喝 感觉到上火了的时候 是可以喝的 尤其是上火半有耳鸣 干火 中一份新火就不喝它